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预防这个西红柿缺钙 选西红柿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注意 一定要挑选这种西红柿叫GMO-free 或者是说它上面说的Certified Organic 这样的西红柿呢,就是说比较好 我们在买西红柿的时候也问过这个商店里的人 说这个如果说不是GMO-free,没有写GMO-free 没有写Certified Organic,是不是就是转基因的 那人说你是胡说八道 他说其实只是一种杂交 杂交并不代表是转基因 但是呢,从心理安慰上来讲 既然是自己种西红柿还是挑选这种GMO-free Certified Organic的西红柿中 那么这个西红柿买回来以后呢 就是你要挖一个大坑 然后放上你的Organic的肥料 然后把它种下去 但是西红柿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产生一种缺钙的现象 如果你种过西红柿你就会知道 有的时候呢,种出来的西红柿呢,好像底下是发白 或者是西红柿裂口了 就是有一些不好的表现 那些呢,有时候就说明这个西红柿是缺钙了 那么怎么样防止西红柿缺钙呢 那就是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就是说 从西红柿种下去开始呢 我就吃过的鸡蛋皮 我都把它捏碎,然后放到这个西红柿底下来 然后呢,我就再弄一些这个香蕉皮 就是说这个香蕉皮 就是说你把它切碎,也让到这个底下来 香蕉皮含有非常丰富的甲元素,potassium 对,这个鸡蛋皮呢,是什么,炭酸钙 炭酸钙很丰富 香蕉皮呢是potassium含量很高 然后呢,你最好呢就是说用一个铲子 稍微的,稍微的就是在旁边这样,给它稍微这样盖一盖 然后呢,再弄一点草木灰 把它撒到周围来 这个草木灰呢,它包含了这个蔬菜植物生长过程当中 所需要的很多的微量元素 而且呢,这个草木灰呢,它具有抗病虫害的作用 他们告诉我说,你把这个草木灰呢,就是放到这个树底下,菜底下 然后呢,那个虫子好像就不太靠近它 哦,看来虫子也怕弄个灰头土脸 而且呢,它可以起到一种杀菌的作用 那么为了防止这个西红柿有这种情况,缺钙的,缺营养的情况出现呢 就是说,从你把西红柿种下去以后 你就应该开始给它有意识的隔一段时间 就是说,就放一下这些鸡蛋皮啊,香蕉皮,还有草木灰 给它放到它周围来 然后再浇上水 然后呢,再到时候给它们弄一些你厨房里吃过的剩的东西 然后,soak的那种水 还有鸡粪,牛粪有时候就是给它定气的上一点 这个西红柿不会缺钙,也不会缺营养 长得会又大又好 还有呢,就是说,采取这些方法以后呢 等西红柿长大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西红柿好像有一点三不形状不太对劲 有点发白,或者是缺钙什么的 你缺营养 那我们还有一个法宝 那就是用钙片 你就抓紧时间呢 给它弄两片到三片的这个 钙片把它融化了 然后呢,把它浇到这个西红柿底下 再浇上水 那么隔个半个月二十天的 给它两三片钙片吃吃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 它那些缺钙呀,或者说是 营养不良的情况呢,就会减少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这个西红柿呢,就是说 浇水的时候呢,不能浇的太多 就是说你一个礼拜浇两次 最多三次水就可以了 如果浇多了的话,西红柿会凹根 还有呢,就是说你浇水的时候呢 不要用水龙头去吃这个西红柿 从上面吃,因为你从上面吃这个西红柿 西红柿容易得针菌 西红柿浇水的时候呢,你要在它的根部去浇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 嗯,就是说不会damage它的叶片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 种出又红又大又鲜美的西红柿来 好,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谢谢